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周二召开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座谈会 多名中央高层出席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在香港紧张情势人味平息之际 这场座谈会规格极高 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帅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以及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申坤等要员皆有出席 其中栗战书以全国人大一把手的身份发表演说 在讲话当中他赞扬澳门各界有很强的国家观念 宪法观念 是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重要原因 栗战书在称赞澳门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 也连带地提到要围绕禁止和惩治任何的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政府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跟活动 值得外界关注的是 栗战书在讲话结尾时脱稿地说 虽然讲的都是澳门 但香港特区也要很好的领会中央精神 因为有一些工作中央对香港跟澳门的要求是一样的 报道指出有分析认为 尽管澳门在战略的重要性远不及于香港 但中共中央这一次却以极高的规格来召开座谈会 而且除了栗战书之外 其他高层也对澳门赞不绝口 这些举动绝非偶然 让外界有中共中央借着澳门来向香港传话的推测 问题主要仍在于中共对香港的抗争不满 因为挑战了中央的权威 此外也是为了对香港施压 要求香港必须要完善相关国安法律以及机制 最后则是警告 中共高层不断地赞扬澳门反渗透 反叛国 反分裂国家 反删乱叛乱 反颠覆工作的表现 实际上就是在告诉香港的示威者 别踩红线 中国媒体报道 在华为工作长达12年的基层老员工李鸿源 去年因为离职经济补偿的问题 被公司控告 涉嫌敲诈勒索 遭到刑事拘留将近8个月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 华为也引来中国网友的踏伐 日前网路上流传一封李鸿源写给任正非的信 信件当中李鸿源对于自己的案子 造成华为形象的受损感到抱歉 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吃里扒外 得到便宜还卖怪的形象 对此李鸿源今天向澎湃新闻表示 这封公开信是拼凑而成的 并非出自于他的手 而且已经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影响 李鸿源的妻子也说 原本只是希望能跟华为的高层沟通 毕竟是他们的诬告 才导致这一次的事情 希望华为能给出一个道歉 但媒体各种解读已经远超出他们的预料 他们决定不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李鸿源强调不再折腾这一件事情了 表示自己已经离开深圳 将赶回老家 近来中国内部动荡连连 先是香港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抗争行动 日前又传出广东的民众反对当地 兴建火葬场 大批人民上街抗争 还引发警方发射催泪弹来镇压 对此中国国务委员 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赵克志 二号主持召开中国公安部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研讨会 综合联合早报跟港媒的报道 他在会上表示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 是当前跟今后一个时期 公安机关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又指要着眼公安机关能力建设 聚焦公安工作现代化发展方向 并强化中央的政治建设 并牢牢地把握住 公安信党的根本政治属性 从政治上的建设跟掌握公安机关 不断地完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制度 确保公安工作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绝对忠诚 纯洁而且可靠 另一方面赵克志也要求要增强优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扎实抓好当前防风险 保安全互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 旅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跟社会稳定的重大职责使命 包括坚持反恐必打 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严防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跟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 而这边说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虽然并未点名 但显然是在指近来并不平静的 广东香港地区的抗争 如今赵克志亲自出面喊话 重申公安信党 是否能够平息局面 恐怕还需要观察 香港抗争持续五个月之久 路透日前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对于中联办 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很不满意 考虑要撤换掉主任王志明 但中央社报导 今天王志明现身在北京 出席纪念澳门基本法班部 20周年座谈会 并接受大公文会集团访问时表示 他跟中联办的同事 将继续坚持贯彻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三个坚定不移 三个坚定支持的重要指示精神 王志明此次现身 也粉碎了外界对于北京 将撤换掉他中联办主任之职的说法 当时路透报导指出 中联办因为误判香港局势 而遭受到北京的批评 中联办跟香港富人 以及内地在港精英阶层交往 但是却与普通的民众相隔绝 强调这种情况 今后需要改变 不过报导出炉之后 驻港公署随即在官网发表声明 声称已经就路透社有关的不实报导 提出严正的交涉 敦促路透立即停止传播不实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号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发表演说 演说完毕之后 他跟肯塔基州出身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参议员迈康奈尔讨论香港议题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礼拜签署了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一项法案是对麦康奈尔参议员1992年推出的香港政策法的更新 麦康奈尔表示 言论自由跟民主选举观念扩散到中国 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坏的噩梦 当麦康奈尔反问蓬佩奥的看法时 蓬佩奥表示 中国共产党早就在1997年向人民做出一国两制的承诺 这是一项经过批准的条约 而且在联合国有备案 他们有义务遵守这个承诺 这是中国共产党欠香港人民的 美国坚定的支持要求中国领导人信守该承诺 并要求双方不要诉诸暴力找出解决的方案 蓬佩奥还说 在香港的抗议集会当中会看到美国的旗帜飘扬 香港人想要的是大家都想要的 也是美国下一代人想要的 他们想要自由 想要养育自己家庭的机会 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承诺 而这些承诺本来应该要保持50年不变 现在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美国将坚定的支持要求中国领导人信守这一项承诺 并要求参与当地政治进程的每一个人都不要诉诸暴力 并且能够找到一项遵守中国领导人所承诺的 一国两制政策的解决方案 另外报导也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蓬佩奥这一位美国最高的外交官 最近在谈论到中国问题时 经常不用中国或者是中国政府 而是指称中共 11月8号 蓬佩奥在柏林发表 纪念柏林墙倒塌30年的演讲中说到 美国跟中国的冲突是跟中共的冲突 不是美国跟中国的冲突 是一场中国跟其威权主义 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挑战 而中国官方随后也指责 蓬佩奥妄图挑拨中国人民跟执政党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看到英国的消息 中央社报道 社群媒体近来疯狂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驾崩的消息 让白金汉宫不得不出面澄清 表示女王的身体很健康 王室一切形势如常 女王也被记者拍到从温莎城堡前往白金汉宫 王室专家普罗克特则在推特上驳斥这一项传言 他表示我想我们又一次必须要澄清女王驾崩的谣言 女王并没有驾崩 她还活得好好的 并很期待明天在白金汉宫接待川普跟其他各国的领导人 根据每日邮报指出 这一则谣言来自于一个社群软体的聊天室截图 从截图中可以看到有人说 女王已经过世死因是心脏病发 会在今天上午9点30分公布死讯 还要求同伴准备要涌渡英吉利海峡来纪念女王 虽然从内容上来看很显然是无聊的玩笑 但截图仍然在推特上面疯传 不过这并非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被驾崩 过去几年来相关的谣言持续传出 而今年高龄已经93岁的女王 近几年来也已经逐渐减少出席公共的场合 日前英国太阳报报导 女王可能会选择18个月之后 也就是满95岁的时候来退休 并将由查尔斯王子来担任摄政王 最后来关心美国大选的消息 自从彭博多次批评川普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并宣布将绞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正式加入民主党总统初选的行列之后 川普跟彭博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的强烈 之后由彭博所创立的新闻平台彭博社也公开表示 将不再以批评的态度来报道民主党的参选人 包括彭博在内 不过他们会继续监督川普政府 而这也让川普的竞选团队大骂彭博社是明目张胆的偏颇 根据中央社的最新消息指出 川普竞选总干事斯凯尔已经发表声明指出 既然彭博社公开宣告他们的偏颇立场 那么川普竞选阵营的造势大会等活动 就不再发放采访证给彭博社的记者 除非彭博社公开撤销之前的决定 对此彭博社主编表示川普的指控是一派胡言 不过中广电台指出 这并不是川普竞选阵营第一次巨发采访这个媒体 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时候 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 至少有四家媒体都被赏过闭门根 而外媒报道家财万贯的彭博之所以投入初选的行列 是因为担心目前台面上的民主党参选人 没有办法击败共和党籍的现任总统川普 他只好自己跳下来选 彭博相信凭着个人的成就领导力 以及凝聚众人力量推动改变的能力 只有自己能够打赢川普 根据外媒的消息指出 彭博已经砸了约3100万美元 买下11月25号到12月3号的全国电视频道广告时段 打破美国记录 同时也让同党的参选人不满 认为他是用钱来买下选举 2020年台湾选举将至 但中国近来一连串对台施压作为 反而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原本低落的民调起死回生 同样的北京对香港抗争运动所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 最后却换来在区议会选举中 亲北京的建制派兵败如山倒 并且让处在对立面的泛民派气势如虹 是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硬路线 反而坏了复兴中华民族的好事呢 香港抗争运动延烧五个月之久 港府与北京丝毫没有要让步的意思 反而发言一次比一次尖锐 出手一次比一次强硬 但香港人民并未因此受到胁迫 综合媒体报导 日前香港区议会选举中 泛民派取得压倒性胜利 当投票结果出炉时 中国党媒表现出相当罕见的 不知所措与克制 自媒体甚至流出新华社 事先拟好的报导 亲共建制派大获全胜的新闻稿 可见此次选举结果 大大出乎中共党媒的预料之外 甚至就连外交部的回应 也显得毫无逻辑 外交部长王毅一昧强调 香港是中国领土 仿佛暗示此次区议会选举 涉嫌香港独立公投 显然北京预期强硬手段 可以下注香港人民 但是现实却是反其道而行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台湾 法广报导 习近平的强硬路线 巩固了他的台湾敌人 这是法国世界报2日 在网站上所刊出的一篇文章标题 报导指出 寻求2020年1月连任的蔡英文总统 因为中国的顽固而人气上升 根据民调指出将于2020年1月11日 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的台湾人 有可能会像香港人在11月24日所做的那样 投票支持那些对中国态度坚决的候选人 习近平有可能再度遭遇新的重大挫折 不过就在一年前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现在这样的局面 2018年11月24日 蔡英文的民进党输掉了市政选举和一系列公投 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命运看似无望 主张与中国关系升温的国民党 有望在2020年1月重新拿回 四年前失去了总统大位和议会多数席位 但是在2019年这段期间 北京持续威胁恐吓台湾的态度 以及香港局势 让台湾的公众舆论又出现变化了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寻求连任的蔡英文至少能拿到40%的选票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则不到30% 甚至还不到25% 也支持与北京和睦相处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则只有6% 对此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怡中说 在10个月的时间内 习近平的国民党取胜美梦变成了一场噩梦 报导认为对于北京来说 最糟糕的是习近平总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1月2日 习近平针对他的台湾同胞发表了演讲 这一场演讲的态度对2300万台湾居民来说非常尖刻 习近平威胁说 中国必须重新团结 重新统一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对于习近平来说 台湾的未来也是要实施一国两制的 但这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无法接受 蔡英文也立刻予以拒绝 虽然蔡英文违背了她部分支持者的意愿 没有正式宣布台湾独立 但是她希望北京尊重台湾的主权 回应习近平中国必须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 而不是否认台湾人民共同建立的民主制度 就在蔡英文发表相关演讲后 她的人气便持续上升 之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 更是彻底让很多台湾人相信 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没有保证的 文章援引一位在台湾的法国汉学家说 对于呼吁就中国进行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蔡英文 香港已经证实了她的话 四年前她的话很多人都不听 现在情况改变了 不过文章也指出 虽然蔡英文目前看来有很大的几率赢得总统大选 但她的政党不一定能够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根据民意调查 由颇受民众欢迎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所担任主席的新中间派党派 台湾民众党将可以发挥到破坏作用 迫使民进党就各项法案做出妥协 尽管从现在到1月11日总统大选投票 仍有许多波折可能发生 但中国这一因素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浮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领导人 12月3日将在伦敦开始为期两天的北约特别峰会 讨论中国崛起等议题 美国总统川普也将在会中谈论中国威胁 这次的主题设定也让外界关注 以对付前苏联集团而成立的北约 为何会把对付的目标转向了中国 美国之音报导 这是北约首次将中国议题纳入议会的正式议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2月2日在接受美国CNBC采访时强调 不是北约要进军南中国海 而是中国正在靠近我们 他说北约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距离北约越来越近 北京大举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 不过他也强调 这个由29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 并不希望把北约当成敌人 斯托尔滕贝格12月29日在峰会祭酒会上说 中国崛起虽然给北约成员国带来了新的际遇 但北约需要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巨大发展 中国在北级到巴尔干等地区的活动 以及中国在欧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大投资 为了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北约已经更新了包含5G网络在内的通讯设施 他认为北约必须直接面对中国的崛起 随着中共力量的全球扩张 北约需要了解中国崛起的影响 包含对北约成员国所带来的挑战 对于北约正式中国崛起的议题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防务问题专家帕维尔 日前在防御第一网章上发表文章说 最近两年中国在欧洲周边和本土越来越多的行动 将其推上了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议程 他说这些行动包含华为在欧洲和北美电子基础设施上的努力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全球战略 在欧洲及其周边进行的掠夺性经济行动 中国大规模的网络间谍和窃取西方知识财产权活动 中国在北极的日渐增长活动 以及在北约边界的活动 与俄罗斯军队在太平洋、中亚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联合军演 中国在意大利的里希亚特等欧洲重要港口日渐增加的所有权 中国在对北约和美国海军非常关键的海事设施投资等等 帕维尔认为 就是这些带着野心的举动 促使欧洲委员会在3月份的一份政策档案中 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欧洲委员会还对此提出了加强与中国关系的十项行动目标 包括采用欧盟共同的5G网络安全措施 提高对关键资产、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外国投资的风险意识 并迅速全面和有效地实施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不久前在华盛顿出席一场讨论会时提到 欧洲国家对中国参与5G和其他基础设施带来的威胁逐渐清醒 他说 过去欧洲一直没有意识到相关战略威胁 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幼稚 但是近年来 欧洲已经立即到了有必要更加关注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据报导称 川普已经启程前往伦敦 白宫有高级官员表示 川普届时会在北约峰会上谈及所谓的中国威胁 他说 北约需要面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挑战 中国正积极寻求在全球扩大布局 增加影响力 其中包括在北约的责任区内 中国手段包含提供廉价资金 廉价投资 建立港口和电网这一类的重要基础设施 以此让许多国家落入债务陷阱 中国在借此提出外交方面的某些要求 事实上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提出中国对北约的威胁 美国副总统彭斯 今年4月在华盛顿纪念北约组织建立70周年的活动中说 北约在今后几十年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 盟国之间必须根据这一个现实做出调整 决定如何应对中国5G网络的技术挑战 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提供的精元 将成为欧洲盟国之间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在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上也提出警告 强调盟友必须应对当前来自中国的潜在长期威胁 北约国家不能忽略他们与北京执政党之间根本差异和不同的信仰 他说美国跟盟友建立北约的初衷是保卫自由和民主 但是任战结束30年后 美国和盟友依旧面对来自专制政权的威胁 这包括了俄罗斯、中国、伊朗 这些国家的价值体系和美国与北约的价值体系截然不同 不过在中国挑战问题上 北约并不是铁板一块 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28日就明确的说 北约的敌人不是俄罗斯和中国 而应该是恐怖主义 马克龙7月份还批评北约已经脑死亡 他认为不能只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 欧洲国家也应该承担责任 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 今年7月13日 马克龙宣布 法国将组建太空司令部 今后空军将发展成空天军 马克龙强调 他不会为了批评北约脑死亡的说法道歉 因为这其实并非一昧的施责 而是一个警钟 对此分析认为 马克龙的脑死亡说 是针对川普对北约持续攻击有感而发 川普上任后 曾多次批评北约过时 认为美国在北约的负担过重 催促其他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尽管如此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依旧认为 中国的崛起应该会让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他说 随着中国的崛起 全国的力量平衡在转移 他日前到美国去 听到很多人担心中国的规模 他强调 既然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规模 就应该确保跟盟友之间保持密切关系 因为如果欧洲和北美团结起来 两者的GDP占全球50% GN也占了全球50% 在与中国的竞争上 未必会趋于下风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